我们经常都会说不要光看艺人他们风光的一面 因为拍戏时候他们有痛苦 我们旁人根本是没办法指挥道的 举个例子最简单的 比如说冬天拍夏天戏 夏天拍冬天戏 对不对 我在这边就不多讲了 我们就留给范冰冰跟黄海冰来讲 电视剧《屏中侠影》在广东南方电视台播出 男女主角黄海冰和范冰冰应邀来到广州 记者见面会上 主办方播出了该剧的部分片段 这也引起了范冰冰拍戏时的回忆 眼眶里还出现了闪烁的泪光 因为为什么说这个戏我特别有感情 是因为我很长时间 就是被这个剧本所感动 他张丹峰跟云雷的这两个人的爱情 我觉得是现在年轻人已经不具备的了 就那么的坚定 不仅范冰冰感触量身 黄海冰也是热泪盈眶 我辛苦四个月也好 我是怎么样也好 无论我是有多么辛苦 但是我觉得 大家给了这个认真 而且也完成我自己心目中的这个 我喜欢的这个人 好 这两人戏拍的辛苦 建立的默契和对戏的共识也就特别深 当然彼此对对方都有很好的评价 然后他演戏的时候也很认真 然后我们经常会拿到剧本 看到有不合理的地方 我们两个人会走到一边说 你觉得这个时候云雷应该对张丹峰是什么样的情形 然后张丹峰对云雷他现在是什么样的感受跟情怀 所以我们俩也会经常私底下谈进去 范冰冰是算一个很愿意自己去做武器动作的一个女人 很多女孩是怕做武器动作 因为很容易受伤或者无论是打也好 还是包括在马上啊在 我觉得范冰冰是一个很勇敢或者是很大胆子够大的一个女人 由于有舞蹈功底 范冰冰对于动作片自然是得心应手 现在又揭拍了香港电影千机变二 在里面他又得打 昨天晚上也是拍了一晚上的打戏 然后这儿可能是郁青 真的 因为都是而且导演很好 是因为袁奎导演 然后他是拍打出名的 所以拍起打来也很严格 有趣的是 范冰冰在千机变二中 与首次触电的成龙大哥儿子成祖明 有很多的对手戏 而在前年一部特警飞龙中 也曾经与首次触电的红金宝儿子 洪天明有过对手戏 常常与大明星的孩子合作 让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觉得他们都是新人 而且他们的那个新人的 上进心都很强 包括他们在工作跟拍戏的时候 我觉得比很多内地的新人更努力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难得的 因为很多内地的新人 被经纪公司一包装之后 都已经是另外一种感觉跟模式了 所以我觉得他们都是认认真真地去演戏 然后踏踏实实地去练这个打戏 天下娱乐通 广州采访报道 罗大佑红馆开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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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